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人力资源管理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国立台中科技大学应用商学区冯志仁老师 今天很荣幸来跟大家讲座及分享人力资源管理 本课程有18讲 今天部分是讲第一讲 人力资源管理的导论 那导论里面我们基本上会分为四个小节 第一小节是学习人力资源管理的理由 第二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内容 第三是人力资源在管理功能的角色 第四人力资源管理以哲学思维 所谓的管理就是要求他人 有效力以及效能来进行组织的活动 并达成组织的目标 那人力资源管理的定义呢 就是说人力资源管理就是一种经营技术 以管理哲学并重的专门学问 包括有人力规划 任用 训练与发展 绩效评估 薪酬 人力资源发展 劳资关系等 简直言之就是说组织如何临选人才 培育人才 运用人才 基于人才 及配置人才及留置人才的一个管理的功能 那我们谈到管理思想的发展 第一我们谈到说在古典理论的时期 企业界都增加生产力 来管理之后将每一位员工的工作量 精确地算出来 以寻求标准化的工作方法来解决问题 那避免浪费人力 因此所有的管理是以生产力为主要目标 这个阶段只是说 劳工只不过是一个付出他的劳力罢了 那第二谈到那个行为学派时期 这边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授 很有名叫埃尔顿梅月 他进行那个科商实验 专案研发了一个发现 发现教育员工工人 在工厂照明好的话 他生产率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的企业在考量 这个生产外要考量 员工的工作环境及条件 及工资影响 还有人权关系 人力的人性需求 尊严于价值 就是一边普遍的重视 这个人力人性的价值 那第三被谈到说 现代的管理哲学观点来看 就是说让员工来参与 结合以授权 鼓励员工参与决定 工作的方法及目标 透过自我表现及成长 激发工作意愿 乐成 发挥团队的力量 以民主方式来领导 达成组织的目标 那我们要再谈到人 人是组织最宝贵的资产 那人是企业中最有价值的资产 可以这么讲 就是说有很多组织 要达成他策略目标 有赖于找到合适的人选 就有能力 态度好 有才华 具有工作热忱的人 来执行任务 譬如说企业中的技术 设备 厂皇 资金 乃至资讯等 这些资源都要有 找到合适的员工 来启发他的原动力 那当我们谈到人与组织间 就宛如那个存此相依的密切关系 人的资源是企业或组织 农火善用 不仅会影响组织的绩效 也会影响企业的全败 那财务上有一句名言 财务人员可以成就公司 也可以搞垮公司 那冯海集团的郭董事长 在他所写的书里面 服一服 也谈到说 人才 人才 这个三个才是不一样 当然还没训练 就是一般的人才 当然他变成人才的时候 就是为企业所用 那当企业带来一些绩效 带来淫于的时候 他真正是所要的人才 因此就是说 企业除静态的人事管理外 因积极主动动态的 人力资源管理的规划 培训发展 并具有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 新的趋势 以迎合多变 更复杂 全球化的工作环境 以及工作性质 那第二节我们谈到说 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 目的 就是说采用科学方法 组织 富起优秀人才 加以教育训练发展 员工及激励 以提升 人员的能力水准 及投入程度 最以提高组织生产力 降低成本 提升企业的竞争 优势 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内容 人力资源管理需要考量 企业组织的整体发展 锐儿的变化 及前瞻性 以定定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容 其内容有 第一 工作分析 确定工作的性质 包括对某项职位的工作内容 换除相关书面 文件在系统性及 试切性的描述及记录 作为人力规划的依据 第二 人力需求计划 及合适人员的招募 第三 征选合适人员 第四 新进人员指导及讲习 第五 定立新筹制度 第六 激励用于福利制度 第七 绩效评估 第八 劳资关系维护 激励 沟通 相互尊重 及劳资的协议 员工训练 教育及发展 十 建立员工与组织间 互相的承诺 十一 员工安全及卫生保健 十二 职业生涯发展 十三 职场压力与情绪管理 现在我们来谈到 人力志愿管理功能的角色 这个建立人力志愿平台 作为部门沟通及协调的桥梁 管理程序中有一个活动 包括不同性的管理功能 批识间之有密切 互动的关系 第一我们讲到规划 就是未来的组织将要发生的 事情或行动进行分析 以选择的程序 第二我们谈到组织 组织功能就是建立组织内的架构 批识内部的首属员工 批识分工设置部门 建立职权联络网 沟通协调 相互合作 有效完成组织交互的任务 各位同学 那我们目前进行到这里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谈到任用方面的 谢谢大家 我们谈到人力志愿管理功能的角色 第三是任用 为提升管理效能 就要人力志愿管理部门 来配合达成任务 其中设立人力志愿部门 甄选员工 进行员工训练及发展 定立薪酬制度 绩效评估 激励诱因 福利制度 劳资关系的维护 及建立员工与组织间的相互的承诺 及信用 那第四呢 我们会谈到说领导 领导这个是很重要 就是说领导作为引导 所有的成员 按照既定的方向 以达成组织的工作 并达成发挥最大的效能 那这里有分成 积极领导跟消极领导 积极领导是激发员工的工作意愿及潜能 以提升生产力及服务的品质 那消极的领导就会谈到说 用调解 或者说消弭员工与组织间的冲突 那后来我们会谈到第五就是控制 控制就是管理的最后一个功能 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组织要防止失控 失控就是组织上司 组织运作的能力 脱离的领馆的能力 失去竞争优势 组织当初 临定的许多规划及计划 且执行各部都会有原来的期望有差异的时候 我们就无从从规划功能来复杂解决 所以控制部门这里蛮重要 当然这里谈到有人事的控制 财务控制等等 那最后我们谈到说 人力志愿管理以哲学的思维 那这里会谈到第一是人本思维 第二是易经的思维 第三是XYJ理论 第四是老干部哲学 那我们谈到人本哲学的时候 孔子提倡人治 其实人治就是启发我们的教育 跟端正人格的规律 譬如说弟子会谈到说 首肖帝赤锦性 犯爱众而亲人 就是希望我们大家用同理心 同情心来关怀爱护世人 才能体验体验人生的意义 成就自己的生命的价值 这个以西方哲学家 尼采所谈的 人生一辈子在追寻重要感 是殊途同归的 那孔子又有讲说 那个父子有亲 君臣有益 夫妇有别 长幼有婿 朋友有姓 这个五人的伦理 也是确认宇宙的一些问题 也都是人的问题 所以人与人的伦理关系 是要以人来实践 就是说为一切问题 跟解决冲突最好的一个方法 那管理程序中 有一个每一个活动 都包括不同性质的管理功能 这些都要透过人来落实 如果组织每一位员工 皆能首读地址关 譬如说出必告缓病面 这个凡出言性危险 就是说我们出去的时候 跟老板讲说我们去哪里了 回来以后跟老板讲说 我们要回来了 这个也是很重要一个理念 所以这个人与组织的复进复会 共生共存 是达成组织的宗旨 及使命的最重要一个工具 那我们谈到人本哲学 有一个范例 就是说法兰茨非常有名的一个公司 他那个总裁叫陈总裁 他是利用东西的那个哲学风格 来行销他的产品 他的品牌就是一个哲学思维 品牌的策略就是以 他是以人本思维的哲学观为其品牌最高的指导原则 就品牌他的高官的地方就是说能够达到my to my my to humanity 就是说他自己人本的哲学思维 将他的品牌的这个价值观来赡养出去 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人本哲学 他有一个图就是法兰茨前进赌藏 及设计祭典这个图 就代表说他由台湾来设计 由法国来制造 有行销到全球去 所以法兰茨还是很典型 典型的一个文创事业 以人本思维 为他的那个基础 所来行销他的产品跟他的服务 那过来我们谈到益经的思维 益经其实是源于哲学 他益经里面有六十四卦 都是属于社会科学的 他是人生的引导的一个保健 因此读益经的并付诸实行的人 就叫第一人生 比如说我们现在读相识中的君子 那个所谓君子就指到你的意思 并不是指说以前的国王那个不是 所以钱挂中有时候 相约天寻见君子以至降不喜 的君子就讲说是你 你就是读那个钱挂的人 那这个钱挂就在我们的发掘 就是说是他属于一个人生 一个从求学阶段一直到守城阶段 一连串的一个人生的规划 就譬如说在第一出窑的话 全农富用 他是属于求学阶段 那第二九二的窑位 建农在田 他是属于求职的阶段 那第三 他是那个中路前前 就是属于就业阶段 那第四阶段 就是说或要在焉 就是说属于创业的阶段 那第五九五 就是飞龙在田 就是属于成功的阶段 那第六 汉龙有匪就是守城的阶段 所以疫情这个思维里面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 是他一个生涯的一个规划 那我们再谈到X理论跟Y理论 那个大国老师迈克里高 就是提出这种 两种假设性的 这个X理论跟Y理论 那X理论 原则上是讲说 人性是本恶的观点来看 就人们一般都是不喜欢工作 甚至于避免工作 反正遇到事情非推卸责任 因此大家不想工作 所以企业或那个工厂 要强迫他 带领他 控制他 到某种程度以后 他才会去工作 那Y理论都比较倾向于 就是以善的理念来看 就是人们工作 就是说自己 就是说好像用游戏的方式 休息方式乐意工作 达成那个企业 或者工厂交付他的任命 人们通常会依照组织的目标 接受分配的工作 甚至主动负责 乃至做完以后 会帮忙其他人来工作 乃至替企业 替组织来走向 人们比较有这个想象力 而且也比较有冲饮性 能够协助组织来解决问题 那X理论在人力实验管理的哲理 倾向于前卫式的领导 以中央集权方式 或者一些政策 一些法令规章 均有领导者来决定 并指示工作方法 员工就照着工作方法 企业或是工厂老板的指示 来做事 他没有办法参与劫策 那Y理论的人力实验管理的理论 是刚好跟X理论的相反 员工比较倾向于自动自花 也注重于高层的需要的满足 比如说我们除薪水以外 他会考量归属感 会考量成就感 所以一般的企业 或者说组织 会所谓的用民主参与方式 来带领员工来做解册 那最后我们谈到老干部哲学 老干部哲学在企业结构 培训的管理中 是比较属于训练与发展的工作 那一职能区分 他有分的三个阶段 老板 干部跟部署 那我们把它界定说 假如说我们部署是属于员工 干部属于经理 老板是属于企业的领导人 这个三个阶段的培训 以满足三个阶层 自我发展及超越自己的理想 未为组织所运用 那我这边来比较详细来介绍 这个三个城市的训练的内涵 当然我们也可以参考 那个图一来谈 首先我们谈到那个部署的培训 比较倾向于专业的技术 所谓的professional skills 那要用科学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职员 依据法令 依据制度来执行干部交付的任务 当然这个着重于训练 就是属于比较属于科学层面 那这里疫经里面谈到属于立地之道 强调说用纲楼的方式的含义来发挥 他的执行力 那第二干部的培训工作 就是加强人权关系 比如说human skills 要深化他的专业的技术以外 可能要学习一些带人的功夫 学习建立团队 秉持同理心或者是林敏心 来带领团队 并以自知者民 知人者治的老子哲学来带领 我们讲完那个老子哲学的一部分 那我们准备来休息 我们现在下面要继续来讲 这区业我们有几个部门 比如说是生产 行销 财务 人力资源 研发跟资讯这些部门 那各部门的干部 都是要有这些专业的历练以外 而且要带人的基本的知识 所以这方面就比较倾向于就是 立人之道 就一经谈到立人之道 那用人意方式 加上专业方式来带领员工 来发挥员工的转化力 那第三我们谈到说 老板的培训 就培养智能领导 intelligent skills 这一块块是相当重要 就是要用整合力跟相合力 以真诚的沟通跟有效的激励 来带领部署 使干部跟员工 能迈向组织的共同目标 那这里会谈到说 一个西方有一个 择细叫law giving 就是说用安人的慈悲智慧 就是来以无私的态度 来成就组织 奉献社会 所以在一经来谈 是属于比较属于立天之道 那我们知道 一阴阴阳为之道 所以用阴阴阳来发挥前瞻力 所以老板这一段是 应该是着重于就是说 前瞻力跟决策力的培养 那我们在不确定的 那个组织环境中 当然我们组织设计 需要在意境来讲 就要事变以极先 像这个随机应变都已经太慢了 所以企业领导人要带头变 大幅的调整组织 以面对内外的环境变坏 以前南淮景老师也曾经提过 就是说一等的领导是带头变 二等的领导是人家变了他才变 第三等领导是人家变他不变了 所以南淮景老师也是希望说我们企业领导人物或是说政治人物要有一个司机为先 就是说带头变的精神来带领他的干部带领他的部署 那我们有一个老干部的那个职能区分表 这里也是蛮清楚的就是说假如说我们下一个半是属于修集的话 就是属于比较倾向修炼 那这里就讲说PQ就是等于在法的范围 执行力的范围有一个制度范围来做 那这个部署是属于科学的 所以这个阶段里面强调于修集训练的练 着重就是说自己的内涵 那第二方面你假如说像这里我们要求 比如说大学毕业你要到一个公司上班 你做个员工可能要从这个基本的训练开始 那过来第二个阶层就是说干部的方面就是知人知知 是属于磨练 我们现在磨练的练可能跟训练的练不一样 是属于精致旁的 这里比较倾向于理的方式来着手 这是理就是说 比如说你要有一个EQ 你要有AQ 比如说你本身就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情绪管理 做事情比较有合理性 当然很多事情并不是绝对的 但是你用合理方式来带领你的部署 并且训练你的部署 那这个阶段你干部 你就变成这个行业里面的导师 譬如说你是会计人员 你这个阶段你可能要一个资格 说我是货级到会计师的 或者我是货级到计账室的资格 有那个专业资格 而且你自己在进修 学习一些带领的 那个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 所以这个是比较属于哲学层面的问题 所以你当干部的话 就是可能不是以自己为考量 你要为你的员工 为你的公司来考量 所以这边可以讲说 老子讲说自自则民 自认者自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要启发我们的员工 有一个智慧的心 应用聪明的手段 来用智慧的心来处理事 解决一些公司的一些困难的 人力问题和那个是资源问题 那上面这一阶段是属于比较勤的 就是说我们讲说SQ 这个安人就是说 企业的老板也好 公司老板也好 最起码我们要安好几种人 那我们当然消费者是优先 因为我们一有东西卖 消费者买什么物品 享受我们的服务 才有我们企业的负利 才可以回馈给员工的薪水 福利 所以消费者也好 员工也好 那员工的福利 那第三可能政府机关 我们要缴税 我们不能避税 可能我们注入环保 这个是安人 第三我们可能对公共的区域 我们的邻居 敦青木林 那第五我们要对媒体 作为一个方面的回馈 媒体假如说替我们做一些 基本上自知情效也好 或是帮我们企业 成就我们企业部分的广告也好 这方面对企业方面 对媒体方面 我们也要给予 适当的一种回馈 所以这安人这部分 其实是相当重要的角色 这里比较倾向于无师 老板就是像宗教一样 我们在宗教范围里面 是讲究无师的 那个譬如说 那个西方来讲说 Love giving 这给予定律 师比受公有福 那我们自己的文化 也谈到说 那个 集所不亦付私以人 就是用这种方式 来带领 所有的团队 所以这个三练 磨练的练是属于 这个佛制旁 所以每一个阶段 训练也好 磨练也好 修炼也好 其实针对每一个 三个阶段 不同的领域 来加以训练 那当然 这个可能要花很多钱 来做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也晓得说 韩国的那个 那个三送公司 就是说 他们在发 在人力资源管理 从职员干部 到领导这方面 他们大概发 每年发营业的百分之一 大概一到两亿美元的钱 来从事 7月的培训工作 所以 这个章节里面 我们谈到这些 人力管理的一些导论 导论里面 是这一张老干部哲学 是比较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也期望说 同学们 假如说要毕业 要或者做事 或者说要在外面兼差 做part time的工作 其实专业的这方面 相当重要 我们事实上要讲 要体验说 我们哪里不足 不管是我们读商也好 或读工也好 读人民科学 譬如说叫我们读日文系 我们读日文系 我们就取取我们大学毕业 就能得到一级的资格 一级的资格的话 那我们在专业方面 我会 我们那个 parential skill 就接受到认定了 那我们以后到日本公司上班的话 可能你就比较容易 比别人更多的机会 这个是今天在这边上课 比较重要的地方 那当然我们也祈祷 做干部人 要事实上对专业的不足 来多加以进修 多参与一些社团活动 学习怎么去带人 乃至处理一些工作的能力 比如说一些危机管理 风险管控的问题 那当老板的话 就是说你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可能就是说要对社会 对员工有一点比较直接的社会责任 所以这一块就是说 我们也发觉说 这个企业的负责人也好 组织的负责人也好 这一块是值得我们来研究的 所以我们把它修炼的练 变成佛制旁 就是像宗教界一样修炼一样 那我们今天很荣幸 来跟大家来分享第一讲 我们下次再继续讲第二讲 谢谢大家